哈囉 大家好 我是菜哥 哈囉 大家好 這是你抖ADA 帶你環遊世界到處飛 耶 謝謝菜哥 哇 好帥喔 你這樣捏一串這樣子 感覺有沒有比較饒舌一點的感覺 有一點 有一點饒舌一點 有一點感覺 欸 我今天其實很緊張 我說 我說 欸 菜哥我們來你頻道宣傳一下 對 然後呢 你就說好 我們就約了今天 對 然後我就來了 對 雖然從頭到尾都抖咪發收對不對 對 沒有RE 哎呦 有錯 先帶來一個菜哥的小笑話 哇 沒有RE 對 當然不要緊張 我們等一下一起去把脖子洗乾淨 喔 就不會緊張了 喔 頸不會髒 對 那我們今天很開心邀請阿達哥來我們這個 菜哥耍好奇 直接問機體 讓你裸到底 哇塞 欸 對 前面兩句話我可以 裸到底這個部分 就讓你整個人刺裸到底 請問新年還有JKF的女號 沒有 讓你刺裸到底 OK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會用藉由題目的方式呢 然後引導出你那內心的 邪惡面 欸沒有就是你的那真實哪一面 報復社會自我摧殘不憑不滿症的那些症狀 對 可以 我看還是很難的 好啦那第一個想請問你 就用三個朋友 帶出你三個特性 就說因為人會跟朋友很接近嘛 對 所以假設阿良跟我的話 我就會覺得阿良跟我很像的地方就是 很熱情 是 那你有沒有三個朋友 剛好是代表你三個個性 很像的人不一定會變成朋友吧 我覺得有時候是朋友在朋友的身上 你可以找到很多學習的地方 欸 像我講一個好了 好 恩西俊 恩西俊 我很喜歡他 我也覺得 可以變成像他一樣的 就是他這個人 他做的事情很有原則 當自己是一個上班族 對 他不把自己當成一個YouTuber 他已經做到很棒的流量了 對他現在頻道很大了 但他其實可以做別的事情 有些人就是你頻道做的大 你就一開始就說我要想新的 沒有他就是 完全就是照著他的flow 他就說我在做介紹酒的YouTuber 我結束之前我不會做任何酒吧的生意 可是司儀我覺得你這樣跟他也是蠻像的 是嗎 沒有啊 我就破啊 天奶就幹 對 沒有啦沒有 就是我覺得這個精神就是也是我喜歡 然後我所 我所去追求的 我覺得那樣子是蠻好 當然他有很多地方我也覺得很酷 就是他教我們怎麼給小費 他會把那個鈔票 就比方說一千塊 那我們把它摺 摺一半 然後再摺一半 然後變那麼小嘛 然後放在手裡 然後離開的時候就跟你說 欸謝謝謝謝 然後就從錢到地上去 他們也要給大家看的 他只是要給給他本人 對對對 那他摺一千這樣很酷很厲害 那他會帶一點酷嗎 欸如果是女人 不是 帶一點酷 像六探好了 六探 我就覺得他的這個 跟我很像是他比較屬於一個 no-mind 就他很多事情是走得很自在 因為我們都在做我們覺得快樂的事情 對 所以就不會覺得有壓力這種 就是你們不會去勉強別人 別人勉強也勉強不了你的感覺 對對對對對 別人勉強 欸不一定 不一定 對對對 有時候還是被勉強到 對 盡量不要勉強自己 對了解 你要說實話我覺得像是瘋狂 他辦自由新鎮的那個舞台劇 是要先花好幾百萬 他是整個人show hand 對 他是可以願意為了他想要做的事情 去做出如此大瘋狂的創作 像我自己拍我們自己拍MV 對 有時候就是會拍到貼錢 但我就會覺得那個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就會希望這件事情好 所以就是不在乎把自己的錢花掉 好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超能力你最想要的是哪一個 隱形 隱形不行啊 隱形要裸體耶 因為衣服沒做好細節是不是 對 我覺得應該是透視眼 為什麼 唉 男生嘛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知道嗎 就真的是這樣 這麼單純 就是你知道那個骰中 你可以透視進去 喔 你歐的這個感覺好像跟你想的不太一樣 稍微有點落差 真的 OK 你已經獲得這份超能力了 你要換掉你一個才華 你會換掉哪一個 喔 我任何的才華都願意 怎麼啦 我身上有才華嗎 有啊 你會主持 你會寫歌 食量怎麼樣 還有你們會美食評論 我們最近發現這件事情 真的假的 對 因為我看你那個跟Joman的 哇 會講到一個爆 那如果遇到難吃了那你要怎麼辦 會去形容他這邊的環境 就比如說有一次就是 在日本有一個老奶奶炒那個麵 那麵真的沒有熟 然後我就吃一口就說 哇你知道嗎 在這邊吃東西 其實我覺得我吃的不是一個麵 而是 這位阿嬤手掌心的溫度 哇 老闆就站在你右後方 用一個期待的眼神 看著你的時候 你也不好傷他的心啊 對不對 這個很長久的人 吃一個vibe 吃一個vibe 所以我們就吃那種 你這樣吃到的是在jungle的感覺 這些東西的調味就是 讓你感覺到 食器時代的那種原始 就是為什麼 沒有什麼調味 好的 但是你已經迴避了那麽久 你還沒有說你想要 換掉哪一材 我覺得有透視的才華 其實說實在的 你剛剛講都可以阿 我會講 吃東西幹嘛 就 就變成不會吃東西 你知道我能透視我第一件事情 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什麼事情 我會變成德兜撲克世界冠軍 現在突然間 下一題來了 好 腦筋閃過一首歌 哪一首歌 這個時候腦筋閃過一首歌 忽然間想到的是 一起放個假 一起放個假 怎麼說呢 因為這是我這張專輯裡面 唉唷 突然間熱片環節 自入的神不知鬼不覺 這個專輯也是要送給你 唉唷 這個沒say好的 雖然說放在旁邊放一陣子 對 其實一開始就一定要送嘛 對吧 我在做這張專輯的時候 我搬了新家 然後在新家的時候 你會想要一直待在新家看一下網子 好棒 然後我就一直在看他們的影片 剛好就一直在看他們的影片 然後看到最後我竟然就 我原本有想寫一首有關旅遊的歌 然後寫完之後 我就在想要 遲要怎麼寫的時候 就忽然間想到 我最近都要 有看他們影片 然後都是出去玩 就剛好很順暢的 把你製作要幹嘛 放進去我的副歌裡面 我想說 那他們又這麼會唱歌 我就找他們合作 很明顯 去年那個時候 可能沒有在看蔡哥的頻道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不是 因為那個你旅遊的還沒有 我旅遊還沒有 我沒有旅遊我笑話 對對對 那你有興趣的話 我們明年來 下一張 下一張 整首歌用笑話 先看這張賣的怎麼樣 不用不用不用 我那個約已經簽了 等等等等 我才不管他賣的怎樣 賣的不好 環球 環球你約已經簽了 那我想請問 如果是別人的歌 PG1的中二病 有我前一天才在聽這首歌 我覺得他把這首歌把 就是中二喜歡的那個狂度 可以把動漫入歌這件事情 可以做到的極致 你有沒有哪一個面相 是你覺得很值得被喜歡的 超級大的 他不會跟 就是身邊的人計較 欸 來就講這一點 大方這一點 自己講很害羞 沒有我真的大方啊 跟我出去還要帶錢包嗎 我 戴卡就好 戴卡就好 你不能搞笑 你這時候要認真講 我去挑戰慢財 然後呢那個慢財 就是在那個 博恩那個二三俱樂部 然後達康主持 然後反正我那一次的慢財的內容 大量的置入我的專輯 對 然後還有我的店 結果講一講 就說怎麼會這樣在置入呢 然後達康就說 欸你的在這間附近不會有家 我就對他說那要不要請一下 我衝腦 你就說好啊 好啊 對啊 那現場加觀眾80幾個 呵呵呵 然後我就說欸 加加幫我訂一下 他說你有病是不是 加加菜 真的菜你殺了他 哈哈哈哈 不知道我覺得 開心 因為我非常喜歡給予 嗯 我覺得給予是這個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情 最近有不新戲要上 欸我先講一個就好 結果你又講到另外一個去 親愛演偵探團呢 我在裡面飾演的是 有為這個角色 有為這個角色 大家可以看在Light TV已經播出 三年內有沒有想要達成的事情 像我的話就是可能 欸交女朋友啦 或者是買房子 就是這種 三年內交女朋友 怎麼會這樣子啊 你弄了兩三年呢 我自己喜歡的一個狀態應該是 我想要直接變成我想要的樣子 像我很喜歡的一個團體叫Yalvis 就是唱What Does the Fox 他們是北歐的脫口秀團體 然後他們有自己的脫口秀節目 然後會做一些有趣的歌 像狐狸什麼叫的這種 像那個狀態 就像我現在的狀態就是 是一樣的 我就覺得我現在是過了非常的快樂的事情 大部分選擇我喜歡的事情來做 這個我就覺得 這個我好像不是很開心 我們就不要做了 除非叫他跟我說說 這個你可能不開心 但是這個價錢是這樣 喔 那我又開心了 我自己有一個心態就是 我不想去追求一個東西變成成功 我覺得啦 就比如說好我今天我做這件事情 我的終極目標是我要站上小巨蛋 對 我才叫成功 那站上小巨蛋之後咧 還要再追溯下一個層次的感覺 你一直在追求你定義的成功 那你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失敗 哇 我現在就當個成功的人啊 然後追求每一個目標 然後我的人生就是成功的啊 小目標小目標追溯到就很開心很開心這樣 對啊 你說這是小缺行嗎 也不是啊 你一直有幫自己定義出目標 然後不停的往前走 只要比昨天的自己更好 那就是成功啊 並不是說達成一件事情才叫成功 因為你永遠會有達成不了的事情 錢你永遠追求不完 權力你永遠追求不完 但是 這些東西它是永無止盡的 你什麼時候來看看你自己要的是什麼 哇 不能找我深聊啦 我跟你講 太有智慧 我被你 我被你戳到 因為我會想說 我想要我的歌很多人聽 我想要我的頻道50萬訂閱 我想要很多人都覺得我 什麼方面很強很強 我想要我頻道10萬訂閱 大家可以幫我訂閱 對對對 一開始 你不是沒有要追求 馬上誓快回來 就當然希望會有這樣子的發生 但是 就是不會把這件事情當作 當成你快樂的唯一泉源 對對對 你用什麼目標嗎 就我們那個公司上市場櫃 辦不到阿 辦不到阿 不一定阿 說不定之後就辦到阿 國外那個米 那個什麼 米其林直接憑你們那個炸雞店 三星 哇 不可能我那服務做超爛 頂多兩星這樣 服務做超爛 下一題就是比較簡單 就是說 大家聽完你這張專輯 你希望他們有什麼樣的感覺 至少要有一兩首打中你心吧 我希望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自己在創作的時候 大部分的狀態是社會觀察 對 就是我會很 很去 觀察我周遭人事物發生的事情 嗯 所以像孤僻症阿 就是 在 找尋一個 就是有些人是真的很可以 一個人做很多事情 對 所以就是 我希望整張專輯這樣聽下來 就是會有一兩首歌 是非常貼近你的心靈的 那這個 這個一定會達到的 因為我就是有聽你放出來那幾首 都覺得 欸 又更喜歡你的感覺 真的假的啦 覺得你 寫歌跟你的人不太一樣 唉唷 對對對 我自己是這樣子 沒有那麼油膩 欸真的 本人是滿油的 什麼哏都能接 每一句話都可以歪掉 來到了最後一題 應該是最後一題 最近一次流眼淚是什麼時候 我是很容易感動到 到哭的 喔真的假的 對啊 鬼滅之能 真的假的 對啊 看電影的時候 我看電影很容易哭啊 真的假的 就這樣 欸我看七八八很容易會哭 我看鬼滅怎麼可能不哭 就你說作品型的哭 是這個 欸你這樣是滿合理的 打哈欠的哭我們不算嗎 人也撈滿油嘛 那不算 OK 情感的哭呢就是去年嘛 去年嘛 哎唷 哎唷 哎呀這樣聊天啊 不要問那麼細啦 沒關係啦 去年是因為就是有一個 那個工作人員 沒有啦 我沒有在講啦 好了 那最後呢 我要問阿達哥一個問題 欸八題囉 沒有沒有 欸對 但這個講個故事 來七題還是一樣保守自己 你知道為什麼 英文字母跟住音符號 他們不能成為朋友嗎 英文字母跟住音符號不能成為朋友 對 ABC跟 嘯啪嗎 對對對 為什麼不能成為朋友 因為他們兩個 他們兩組人馬有兩個人會互相打架 喔什麼 我不知道 答案就是那個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 阿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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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阿會打歌 阿會打歌 哇塞 哇塞 兄弟 很讚耶 真的假的 很有心耶 還好還好 我一來就看他這樣指在地上 我沒有藏好啦 然後他走過來的時候 欸你等一下我們就很簡單問你七題這樣子 好啦那今天很感謝阿打歌跟我們聊了這麼多 我真的認真聊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然後我也更了解阿打歌 希望大家也是一樣 然後呢就謝謝阿打歌 謝謝這波超多666 大家一定要去聽聽看喔 好那個 他的MV都給他刷起來 刷起來 訂閱起來 那就這樣子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像我自己如果外景遇到難吃 我不會講他好不好 基本上我不會講很好吃 如果真的很好吃 我才會講 我是喜歡配合按號 我會咬爽 這就是真的好吃 給我媽的按號 你會訂不下來的那種感覺嗎 我訂得下來啊 那你說我會訂不下來 為什麼 我擔心嘛 擔心嘛 聊天嘛 OK 但我現在已經31歲了 但我覺得也差不多慢慢的 你是想要訂下來的 我會想要結婚 但如果你真的希望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去月老廟 你是說認真的還講 現在我又不難確定了 我說認真的 但我不是要你去拜月老 你去看 從月老廟走出來的女生 去搭訕他 不然他可以嗎 喂 突然就弄起來 你這邊才是月老廟嘛 我對於給予這個部分 就是我家家 因為他就是 我真的是把他當家人一樣 我的助理 那家是家人的家 可惜不是 對對對 還是唱家家酒 其實他是真的 欸我覺得在你這邊我很放鬆 你可以講一些爛 可以可以 我們觀眾很吃這一套 吃這一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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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